凡志东向你表示祝贺 在成为新的大满贯之后 如果说现在选择一个词 形容现在的心情 你会怎么选择 我觉得还是很释放 其实成绩我觉得 是大家都能够看到 也能分享我的喜悦 我觉得过程其实 我觉得自己一路这么努力过来 还是觉得非常释放 刚才那个庆祝动作是什么意思 可能因为这儿的氛围 确实让我感觉 非常震撼 我感觉有点像 自己在看足球那种感觉 所以我也希望用这种互动吧 或者说一种我对他们的 这种氛围的表达的这种情感 然后用这样一种方式去 感谢大家吧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三小只Talk体育 北京时间8月4日晚间 进行的巴黎奥运会 乒乓球男单决赛中 股兵选手樊振东 顶住队友输外战的巨大压力 将淘汰王主金的瑞典名将 莫雷加德逆转麻下 由此而首次登顶 同时实现大满贯梦想 赢下比赛那一刻 樊振东第一时间做出了 母巴佩士的庆祖动作 他是黄马球迷 享受着球迷给他送上的欢呼 赛后 樊振东被教练王浩举了起来 2008年 樊振东入选八一队 与当时中国男兵的主力王浩成为队友 而今 王浩是樊振东的教练 谈到赛后的庆祝动作 樊振东表示 现场的氛围让他感觉像看足球 就想用一种互动 感谢大家 此前 樊振东就曾做出 C罗同款庆祝动作 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取胜后 他也做出了 黄马球星贝林厄姆的 同款庆祝动作 对此 他解释说 自己喜欢足球 特别是曾经效力于 皇家马德里的C罗 是自己最为喜爱的球星之一 C罗在诺坎普也有这样的情况 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我希望从这个动作中 汲取更多力量 希望自己能够继续前进 在这种紧张的氛围 能够做到很多事情 我很满意自己的表现 而对手莫雷加德 赛后接受瑞典媒体采访时说道 这枚银牌意义重大 我决赛打得非常好 所以我没有遗憾 我打得比对阵世界第一 王楚钦 时要好得多 我要祝贺樊振东 我也感到非常自豪 在我赢得第一盘比赛后 我在接下来几盘比赛 都打得同样好 甚至更好 但对方打出了好几个 令人难以置信的球 我希望整个瑞典 都能看到这场比赛 因为没有比这更好的了 我希望很多人 都能重新爱上乒乓球 这枚奖牌沉甸甸的 很可爱 很好看 我非常自豪 我真的很想赢得金牌 但我做了我能做的一切 可以说 年仅22岁的莫雷加德 未来很长一段时间 都将是国拼的最强劲对手之一 而一张莫雷加德小时候 被国拼四汉将注视的照片 也是在网上疯传 并引发热议 我们来看看 原来这张照片 是莫雷加德 还是小时候的照片 可以看到 莫雷加德那个时候 还没有成年 估计也就是 十一二岁左右的 然后国拼四位大神 围绕在莫雷加德的周围 可以看到 许心 樊振东 都在其中 似乎在给 莫雷加德隔空传授神力 谁能想到 就是这位小男孩 在今天的奥运会决赛 险些抢走了 中国队的男单金牌 此战结束后 樊振东的男单大赛成绩 又上了一个台阶 已经超越了 另外四位大满冠名将 张继科 瓦尔德内尔 刘国梁 孔令辉 仅次于马龙 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 艺人之下 而且他比马龙年轻 近九岁 还有机会 继续追赶师兄的成绩 自1988年奥运会 首次引入乒乓球比赛以来 人们通常把 集齐奥运会 世平赛 世界杯三大赛 单打金牌的运动员 称为大满冠 樊振东之前 已有十人达成这一成就 其中男子有五人 而他们在三大赛上的 男单冠军数量 排行如下 第一名马龙 奥运会二冠 世平赛三冠 世界杯三冠 第二名张继科 奥运会一冠 世平赛二冠 世界杯二冠 第三名瓦尔德内尔 奥运会一冠 世平赛二冠 世界杯一冠 并列第四名 孔令辉 刘国梁奥运会一冠 世平赛一冠 世界杯一冠 从夺冠总数来说 马龙是无可争议的领头羊 不但是唯一是双满冠 而且差点就成为 三满冠得主 比张继科 多出了一个完整的大满冠 的确是一期绝尘 而在巴黎奥运会 南单项目登顶后 樊振东 不但也跻身大满冠运动员行列 而且凭借奥运会一冠 世平赛二冠 世界杯四冠 而超越马龙之外的 其余四位大满冠得主 成为了这个平坛顶尖群体当中 南单成绩排名第二之人 可喜可贺 值得一提的是 樊振东不仅仅是三大赛成绩好 其他大赛的表现也仅次于马龙 两人同样还是亚运会 亚锦赛 亚洲杯 全运会 全锦赛 南单金牌得主 而马龙在国内拼弹最重要的 全运会南单比赛中 也比樊振东多一个冠军 其实力之强可见一斑 虽然樊振东目前赶上马龙的成绩 比较困难 但从年龄上看 他继续征战洛杉矶奥运周期的 可能性非常大 而马龙现在已经35岁 可能即将进入退役倒计时 所以樊振东还有机会 那么大家觉得 樊振东是否有机会后来居上吗 巴黎奥运会乒乓球比赛 激战正酣 目前 混双 女单 南单三大项目的对决 已经全部结束 国兵选手成功斩获三金一银 成为最大赢家 接下来8月5日 将拉开团体比赛的帷幕 中国男团暂时休息 女团率先登场 迎战埃及队 上届金牌得主王曼玉 也将迎来自己在本届赛事上的首秀 虽然国兵实力强大 但今年2月 差点在釜山士兵赛上 措施男团女团冠军 所以奥运会也必须做足困难的准备 至于日本男团 女团等强队也马上将登场 多位名将可能在首轮过招 本季奥运会国兵混双王储钦 孙颖莎遇到了一些阻力 八强赛 半决赛 决赛都打得比较艰苦 但最终没有输外战 斩获金牌 国兵女单更是势如破竹 两大主力 没有遇到多少困难 就成功会失决赛 最终 未免冠军陈梦 再次4比2战胜上阶亚军孙颖沙登顶 至于国兵男单王储钦 遗憾不敌瑞典选手莫雷加德 直布32强赛 樊振东也在八强赛预险 艰难逆转日本的张本志和 后来决赛一度落后 但最终击败莫雷加德夺冠 单向赛的比赛 由此而全部结束 随后便将迎来团体项目的对决 根据安排 国兵女团将在北京时间8月5日晚上21点 迎战非洲最强的埃及队 不过双方水平差距比较大 埃及可能给国兵制造威胁的只有小将高达 她曾在今年的WTT重庆冠军赛中 将陈梦逼到决胜局 但毕竟还是输了 至于其他埃及选手 更难突破中国队的防线 不出意外的话 此前已经参加混双女单项目的孙颖沙 以及女单博冠的陈梦 将如约出现在比团体比赛中 而没有入选单向阵容的王曼玉 也将姗姗来迟 迎来自己在本季奥运会上的第一场较量 至于替补选手王亦迪 能否上位暂时不得而知 默认是不会参赛的 同样将在8月5日登场的强队 还有日本 印度 罗马尼亚 法国女团 以及瑞典 台北 日本男团 而北京时间次日凌晨比赛仍将继续 法国 德国男团与韩国 中国香港女团 将迎接对手的冲击 名将们未必不会被爆出冷门来 从实力对比上看 8月5日最有悬念的比赛 是印度女团VS罗马尼亚女团 印度的巴特拉 阿库拉 与罗马尼亚的斯索科斯 都是国平女单的第一集团对手 她们之间的碰撞非常有看点 至于斯洛温尼亚的达科 也可能撕开法国男团的防线 目前国平男团暂时被安排在 8月6日下午16点参战 期待中国两队都能赢得开门红胜利 近年旅行